近年来 台湾与大陆的各类影视作品在两岸收获较好口碑 两岸影视产业交流与合作也在不断深化 作为此次海峡论坛重要组成部分 第16届海峡论坛海峡影视记活动 6月14号至15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本届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 台湾有关机构参与主办 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两岸影视繁荣为主题 由海峡影视记晚会 海峡两岸青年网络视听纠秀作品展 敏台有福影人创作彩风行等多项活动组成 6月15号晚第16届海峡影视记晚会 在厦门小白鹿金融剧场举行 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杨国瑞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张燕 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 创会理事长汪维江先后上台致辞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求开明出席活动 近年来台湾与大陆的各类影视作品 在两岸都收获较好口碑 两岸同胞同文同种 新老作品在两岸观众中 都容易产生较强的共情共鸣 本届活动再次启动 两岸受欢迎影视作品推选工作 以促两岸影视产业持续繁荣 晚会现场追击新白娘子传奇 分获最受大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影电视剧 消失的她庆余年 分获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影电视剧 另外电影怒潮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获评委会特别推荐 我觉得台湾的民众也需要有很多的娱乐跟欢乐 他们也有他们追星的权利 然后两边都一样 台湾的艺人不是也经常地在这边开演唱会啊演戏啊 我觉得这种交流应该是大家可以共同认同的 我们每一次都不断地与台湾业界的朋友们 去进行各个层面的交流 IP的层面 创作的层面 发行层面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机会 越多越好吧 肯定要合作的 因为大陆市场大 其实我觉得台湾在剧本上面 它的比较会挖掘亲情感情这个部分 所以我现在都会在台湾跟大陆编剧两边一起合作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平台呢 可以让更多的影视人就业者 能够有这样子的聚会 有这样的论坛来去讨论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像现在虽然说通讯很发达 大家都有一些什么像微信啊 线上的这样子的交流 但实际上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创作 我觉得两岸的创作人还是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共同 看看能够激发出怎么样的火花 整台晚会紧扣共创光影新篇章这一创作主线 舞台以灯光线条 打造出陆导之宾的海浪流动感 带来沉浸式的欢演感受 晚会节目以两岸民族业绩合奏 两岸歌手同唱一首歌 演绎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视剧主题曲等形式 结合男音民族舞蹈等艺术表现 为两岸观众呈现一场影视盛会 海峡影视剧晚会将在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厦门卫视 以及优酷 爱奇艺 B站等视频平台播出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在厦门参加论坛活动的 台湾大学教授院举正先生 院教授您好 我们知道您去年就参加了第15届海峡论坛 并且分享了您回山东老家的故事 是感动了线上线下的许多人 那么您今年再次的前来参会 能否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今年您的观察与感受呢 两岸之间的局势相较于这么长久以来 目前是最严峻的时候 那在这种情况下 海峡论坛能够准时顺利 而且成功地召开 它召示着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大陆这边依然敞开双手 拥抱认同咱们炎黄子孙 统一大业的人 所有的人只要你认同这两方面 第二个重点是台湾这一次 我所看到的居然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现任的行政人员 有县长 有立委 他们都参加了 而且参加的过程中也发言了 也表现出比以往高调的这种参与的程度 支持统一大业再不是偷偷摸摸的 再不是建国的人的 而是明目光正 也给大陆的同胞们产生一点信心 那第三个的话 我们必须要着眼于未来 台湾这边的同胞 透过海峡论坛的会议 也施展出了一个主动权 只要双方都能够积极主动地 表达统一的这种想法 那么就不会发生战争 就会要和平 不但拥有和平 还拥有发展 还拥有繁荣 还拥有幸福 好 教授 您在参加分论坛活动的演讲中说 台湾并不是一个小岛 有14亿人做后盾 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其实我们也知道 在数字峰会那个时候 您也这么说了 好 我们想和您一起来探讨的是 这句话 为什么您会一再地去说 它源自于您怎样的一种情节呢 因为呢 当你认同你是炎黄子孙 那在大陆就有14亿的燕黄子孙 当你认同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 就是你能够挥洒的空间 因为我们用了同样的语言 所以做生意可以从厦门这里 一直到乌鲁木齐 多大的一块地 我之所以不断地强调这个观念 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是事实 我来大陆在介绍的话 都说我是山东人 我昨天在发言的场合当中 碰到好几个领导 他们都过来握着手 跟我讲说我也是山东人 所以说在这种感觉上来讲 这个人不亲土亲 大家会因此而觉得变成 的的确确有一家人的感觉 所以我们说两岸一家亲 闽台亲上亲 就这个道理 每一次我在演讲 最后就是两句结尾 就是两岸中央统一 中国一定富强 那另外的话 我告诉大家说台湾并不小 台湾是大国的一部分 就是咱们中国的一部分 在这个海峡论坛的 这个机会 把这个话说出来 可以感动了很多大陆同胞 也感动了很多台湾同胞 让大家有一种振奋的感觉 尤其在现在很低迷的情况下 大家需要一点振奋的消息 对吧 好 感谢院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 你的观点